上一话 我们正讲到 我和师父阎老九 及时地赶到了 算是救下了赵巴 不过 那留辫子的老鬼 一看到阎老九 表情更是猙獰了起来 哼 又是你个老杂毛啊 来得正好 尝尝湘西湿王的厉害吧 啊 湘西湿王啊 哎呀 好高大上的名字啊 一听到刚才 自己站的是湘西湿王 那赵巴的脸色 刷的一下就变了 师父 传说那玩意儿老厉害了 据说 那湘西湿王 是修炼千年的老僵尸 专门吃人的脑僵子 而且还会飞 赵巴想想 是一阵的后怕 怕他干啥 他有失望 我还有观音坐下的 湘摩童子呢 啊 湘摩童子 赵巴那紧张得要命啊 可燕老九却依然是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湘摩童子 上 不必客气 是 啊 他 他 那我就来会一会这湘西湿王 但是当赵巴看清 燕老九说的什么 湘摩童子时 顿时 结巴得厉害 小生子 你赶紧回来 这可不是闹着玩啊 因为那个童子不是别人 正是我 我那两下子 那赵巴是最清楚不过了 想想那失望的可怕 赵巴的冷汗 顿时就下来了 哼 小子 找死 那老鬼一看 站出来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 那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去 杀了他 不过呀 这老家伙并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孩子 就放过我 朝着那个僵尸大吼了一声 便下了命令 那僵尸长得足有两米开外 身材十分魁梧 那双腿一弹 就跳出了两米多远 处在了我的跟前 离近了我一看 那僵尸脸色死灰 一双眼睛血红 尖利的獠牙闪着寒光 浑身都发着臭红红的味道 说实话 我长这么大 是头一次见到这些东西 要说一点都不害怕 那是假的 就在我有些胆怯的时候 那僵尸干枯青紫的大手 猛地往前一伸 看着那漆黑的长指甲 我就更是紧张了 接着又是一个跳跃 那僵尸身体有些僵硬的 一蹦一蹦的向着我逼近 那样子别提多恐怖了 我那时是真的有些腿软 看着他的逼近 我接连地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不过呀 这一退可坏了 那僵尸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猛地跳起来向我重来 我心中一阵地紧张 面对这种妖物 我跑是跑不过他的 要是真的被他刺中了 肯定好不了啊 那黑长的指甲绝对有毒啊 既然躲不开 我也豁出去了 咬了咬牙一挺身 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紧接着 那僵尸如钢叉一般的大手 瞬间就扫到了我的胸前 我拼命地向后一躲 那大手贴着我的衣服划过 就在我堪堪躲过 僵尸的另一只大手 接着也扫了过来 我反应也算快的 猛地一低身体 又巧妙地躲了过去 被动挨揍 那可不是我的风格啊 没有点准备 我怎么可能轻易出战啊 见那个僵尸与我近在咫尺 我忙着从怀里 掏出了一大包东西 一仰手就撒了出去 这一下来了个冷不防 那僵尸根本就躲避不开啊 劈头盖脸地撒了个正招 这可是僵尸最怕的天下质阳之物啊 陈舟沙 看到那个僵尸有些迟冷 我得意地拍了拍手 我的话音刚落 就见那个僵尸身体明显地衬了一下 紧接着 那双原本呆滞的红眼睛 一下变得犀利了起来 突然 他仰头狂叫了起来 似乎十分的痛苦 看来啊 这陈舟沙是起了作用 这一声声的怪叫 那是十分的刺耳 传说僵尸的叫声像是夜猫子 看来还真的挺相似 那僵尸狂吼了几声以后 一下就紧盯上了我 那嗜血的怒容 就像是要生吞活泼了我一般 接着 双腿一弹 又一次扑向了我 而且 这一次的速度明显得更快了 我见得陈舟沙 竟然没有把这个僵尸怎么样 当然不会傻乎乎地站着等死了 早就远远地躲开了 好在我的年纪小 身体也灵活 闪转腾挪跑了半天 也没有为他追上 不过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我听说呀 这个僵尸的关节不会打翻 我立马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小爷聪明着呢 一转身 我便向一旁的小树林中跑去 我一边跑还一边气他 传说呀 这个僵尸是没有脑子的 只是闻生气而动 我这一跑 那僵尸紧追着就冲了过来 可是当我一钻进树林 灌木杂草太茂盛 它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我也不急 反而停下来等着它 让它看清我的位置以后 我猛地一蹲 躲在了一棵大树的后面 其实这树林中 早就被我和阎老九 布下了陷阱 我蹲下身体一拉 一条半马索就崩直了 那僵尸哪里会想到这一点呢 朝着我猛扑过来的时候 双腿正好绊到了绳子上 接着 他的身体立马就失去了平衡 向前再倒下去 看来呀 这一下摔得是确实不轻 这千年的僵尸王 竟然发出了一声的惨叫 不过这僵尸也不含糊啊 一估了声就爬了起来 想要继续进攻 既然做了陷阱 我们怎么可能只做一个呀 嗨僵尸先生 我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哦 所以看到他一爬起来 我手中的绳子就钻紧了 天罗地网 起 哗啦 绳子一拽 那头顶的树干上 便传来了哗啦的一声响 那千年的湘西狮王 也发现了不对劲 羊头就向树上看去 可当他看清楚时 想逃已经晚了 唰啦一声 头顶上一张大网 一下就扣了起来 任凭他是什么千年狮王 此时也只有在大网中 扑腾的份儿了 哎呀 小生子 你可以啊 那当然了 我可是你大师兄啊 赵八剑事办成了 也兴奋地跑了过来 听说这个僵尸是铜皮铁骨 很是扛揍的 听说不行啊 咱们试试吧 那湘西狮王不了解 我们可不是轻易被吓唬住的主 很快 我们就把他绑在了树上 恨得他朝着我们直吼 但是我可没管那套 上去就是一个响亮的大尔瓜子 却不想把他嘴里的尖牙都给打飞了 失去了上面尖牙的尸王啊 眼睛顿时就睁圆了 朝着我们叫得更加的凶利了 啪 我又是一下 吼叫中 另一个大尔光也上来了 瞬间 他下面的尖牙也飞了出去 你们两个混蛋 又没有完了 接连的两巴掌 打得他是鼻钩窜血 这家伙终于忍不住了 破口大骂了起来 啊 这僵尸怎么会说话呀 嗯 怎么样 你不装了 我倒是没什么呀 但是这赵八却气坏了 可恶 竟敢装僵尸骗老子 你个混蛋 啊 你 你要干什么 想到刚才的战斗 自己被唬得一直束手束脚的 这赵八的火气就压不住了 啊 别 你看我不打死你 哎 哼 别 于是我和赵八开始了群殴这个千年湘西师王 再说那个扎辫子的老鬼 一见自己的把戏被识破了 是掉头就想跑 其实 这老鬼的本事并没有多大 不过就是些邪门歪道 装神弄鬼的把戏 嘿嘿 老鬼啊 要去哪儿啊 哎呀老九 当年 在幽州大墓里放你嘛 没想到你依旧是死性不改啊 嘿 当年是我叔父上了你的当 滚开 逼急了 我跟你鱼死网破 对付你 还用我出手啊 你看看屋顶上吧 嗯 屋顶 阿姑 胡贤姑 这老家伙回头一看 顿时就惊呼了一声 哼 记得我就好 看来啊 这又是熟人呢 当年的仇 我正好今天报 啊 还没等那老鬼反应过来 胡贤姑就一跃而下 拳头狠狠地就轰在了那个老鬼的脑袋上 这一下胡贤姑可是没有留什么情面 那老鬼应声就被打倒在了地上 哼 你去地府跟我的族人说吧 饶饶 这老鬼是真的害怕了 也顾不上丢人 张嘴就求饶了起来 可是还没等他说完 胡贤姑的拳头就又到了 只听那个老鬼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顿时就晕死了过去 我可是说到做到啊 让你报仇了 仙姑啊 看来这三个人在幽州大墓中 绝对有段精彩的故事 师父 那僵尸晕死过去了 揍得真爽啊 此时 我和赵八也揍晕了那个湘西狮王 赶了过来 师父 把他们送去寻步房吗 看到那老鬼也晕死了过去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嗯 不 他们俩我还有用呢 他们有什么用啊 可没想到 阎老九却说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留着他们对付鬼王啊 很好啊 感谢观看